在不潔式的新冠疫情下,被稱為東方之珠的香港,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首當其衝地受到四方八面的衝擊, 但仍有一些人,因為見不得人間疾苦, 在自己臨越的時候,堅持為別人撐散。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慈雲山一間小店進行採訪, 他們躲藏在小樓旁,但進行著偉大的事跡,名為致敵同心。 疫情都很影響餐廳, 所以我們也,還有特別防禦縮銷量都很大, 所以我在上個店比較加,要在吳城那時加租, 所以我找一間來做這件事。 我自己開店舖派飯已經有四年了, 派了四年了, 還沒派飯之前呢,為什麼我會派飯呢? 所以我在人民地區開了一間餐廳就做這件事。 我們也見了他多點了解一下, 這是我們派飯其中一個目的, 希望關注這一區的獎者。 我繼續吧! 老公是中過三上空, 愛兩老鼠, 他幫不到我, 那我就輕輕一點。 他們主要的派飯對象, 為65歲或以上長者, 但同時也會派飯給有特殊病歷人士, 亦詢問申請人住址, 亦確保守衛者都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。 香港還在執拾二手飯, 譬如吃的東西, 有很多都真是比較困難, 我真是希望做到這件事, 幫到人。 所以我開了這間餐廳, 就是希望幫到有需要的人士。 有很多很多很需要幫助的人, 其實都是無人知。 有很多很多機構, 其實都是, 很多身輕冒起的小機構, 其實大家都拿八成立牌, 大家都在政府的慈善機構的list裡面, 其實很多人都不認識他們, 但他們正正正在幫助香港最需要被幫助的人。 他每個星期四, 會在尤馬被派一些獎, 那獎者呢, 他又會在我們店舖上登記, 我們迫寄了三百個獎頂, 但我們星期四是一百個獎頂, 那我就會每個月的月名, 打電話給獎頂, 這一百個, 今晚期的這一百個, 是可以拿來看看。 現在我們在派, 在旺角區那些有需要的老人家, 幫助別人, 幫助別人, 跟別人幫助別人, 我還有很多不同的文化, 我幫助別人, 幫助別人幫助別人, 我朋友幫助別人, 幫助別人幫助別人, 讓別人參與, 就像我是一樣做, 就令社會更好。 正正是他們自強不息, 黑苦耐勞 他們不屈不撈 與港人同咒共濟 激勵著個人、家庭、社會 自強於逆境 精靈量感染著每一個 亡然若失的香港人 因為幫助人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我也是很希望 多些人了解我們在做什麼 令到我們的志力同心 發展幫助多些人 繼續努力 我們一起加油 我們吃完了